台南市北门区金陵宫旁日前金船枪击案件 枪手许姓祖贤 昨天在桃园机场落网 台南市刑警大队压返刑大侦询当中 6号我们掌握相关的嫌犯 25人都到案以后 那主要的开枪嫌犯 他在16日早上有搭飞机 从桃园机场搭飞机出境 前往菲律宾 于是我们在掌握这个条线索情织以后 马上联系刑事局国际科来协助 来协助追击这个嫌犯 根据了解 两派人马疑似是因为光电工程酿冲突 双方竟然互掏枪互射 其中涉案的许姓枪手犯案之后 潜逃到了菲律宾 台南警方掌握了行踪 得知许姓嫌犯19号下午将要搭机返回国内 台南市刑大干员立即前往了桃园机场 将人带回并且压解回台南市进行征序 我是王一仲 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 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 或是国际的话题 我都能够精确真实传达最完整的资讯 给各位观众 当然更多的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